文马庆云估计会让很多影迷惊喜 李冰冰主演的这部剧齿沙 竟然给美开化成绩大爆发 周五 周六已经连续两天票房成绩问顶冠军宝座 而周日成绩截至目前 已经毫无悬念地坐稳了当日冠军的位置 该片由中美联合出品 关于巨齿沙的各方出资问题 可以参见我8月5日发表的文章 市值1.5亿美金 李冰冰这部限制集巨齿沙 真的是美国电影吗 该片在北美开化首日 票房取得1650万美金 折算人民币11295.57万元 而这个开化成绩 月居当日首位 还在第二位的 则是跌中跌六 该片周五取得530万美金 差距明显 而《迪中跌六》已经上映两周 热度衰竟 被李冰冰的巨齿沙斩于马下也是必然 与之相对的 则是同样最新开化的美国电影 Slanderman 只取得了485万美金 与巨齿沙差距十分明显 毫无疑问 李冰冰主演的这部 《杀死那个大鲨鱼》的爆米花电影 获得了北美方面的颇高票房成绩 预计周末三天 将最终票房稳定在4000万美金以上 中国内地票房榜单方面 巨齿沙也成绩喜人 其首日综合票房 10634.6万元 月输于北美开化成绩 而周六则取得11356.8万元 与北美成绩基本食品 周日 截至下午4.30分 该片已经取得7364.7万元 超越周六票房基本没有悬念 无独有偶 该片北美周日票房也有超越周六的势头 以目前中美两面的票房不完全统计数据来看 巨齿沙将成为本周全球票房榜单的冠军 排在全球周都票房榜单亚军位置的将是中国电影一出好戏 而排在冀军位置的则是中国喜剧片矮行公寓 这也是暑期档第一次出现 冠亚冀军三大宝座 同时被中国电影摘得的现象 巨齿沙在中国方面的票房成绩也走出上升曲线 从数据方面来看 中国影迷对李冰冰主演的这部电影 保持基本观望态度 在电影口碑逐渐升温之后 影迷入场观看的热情被调动起来 从这个周末三日的香港票房走势来看 巨齿沙也走出了逆势上扬的图谱 对于中国影迷而言 之所以持有观望态度 是因为对李冰冰主演中美 和拍大片持有疑虑 怀疑李冰冰是不是又像其他中国女演员那样 到好莱坞打酱油了 而随着首龙口碑的爆发 李冰冰算是名正言顺的坐稳了女主角的位置 这样一部中国女明星领衔主演的电影 后续票房走势应该会十分强劲 李冰冰在此片中 基本上与男一号好莱坞郭达一起 承担了全部的场面动作戏份 李冰冰饰演一个单身 独自照顾孩子的女性科学家 不仅有智慧美貌 而且勇敢果断 能入海开潜艇 能下水扎鲨鱼 这种女一号的性格设定 势必非常迎合中国女性影迷的审美需求 中国目前的影视内容中 正在兴起一股非常值得肯定的女性崛起浪潮 在场面戏方面 巨齿鲨基本上堆得起自己的投资 该片也严格按照 三次高潮的剧本流水线作业方式去创作 万米深海遇到巨齿鲨 便是第一次高潮 公海猎杀巨齿鲨 又是第二次高潮 而最终极的高潮部分 放在了中国的旅游海滨三亚 尤其最终那里冰冰和好莱坞 郭达达配合战 一起剿灭了大鲨鱼 作为爆米花电影而言 这些人鱼大战是非常甜脆的 另一方面 这也是中国电影第一次秀出自己的海洋作品 通过合拍片的方式 将中国海岸线300公里外的科学探查 呈现在影迷面前 而在巨齿鲨中 中国南方大海也第一次以电影的方式 出现在影迷面前 这片海剧